大家好,我是一华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特别好吃的美食 酒黄炒肉丝 做法还非常的简单 出锅后鲜香脆爽,开胃下饭 每次家里做了这个菜,一上桌就关盘了 今天把它分享给大家 一起来看看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只刚从水里捞上来的墨鱼 只要一小块就够了 用手把它撕下来 放在温水中浸泡半个小时 接下来准备五块钱的瘦肉 有条件的可以用鲤锥肉 洗干净之后将肉切成薄片 尽量切得薄一点 如果放冰箱冷藏切的时候更方便 但是进过冰箱的肉吃起来口感不好 全部切好之后再改刀切成细丝 切好之后将肉丝抖散 放在碗中备用 接下来加入适量的食盐 一勺生抽 一勺料酒去腥 再加一勺蚝油 皮鲜 然后再打上一些胡椒粉 少量的水冰粉 用手刷拌均匀 可以朝一个方向搅拌上进 让每一根肉丝都裹上料汁 最后再加点葱油 锁住水分 右手再次抓匀一下 放在碗中 腌制十分钟 接下来准备两个红辣椒 先去头尾 再对棒劈成两棒 平刀去掉辣椒籽 最后再把辣椒切成细丝 切好之后 装在小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个青椒 也对棒劈开 用同样的方法去子之后 再切成细丝 切好之后 和红辣椒放在一起 然后准备一块生姜 切成薄片 再切成细丝 切好之后 装在碗中备用 准备一小把九环 把它切成两到三米的长段 切好之后 装在碗中备用 这个时候我们的墨鱼 已经泡好了 撕去墨鱼身上的这层黑皮 然后简单的清洗一下 放在蒸磅上 把墨鱼切成细丝 全部切好之后 再次放在温水中 稍微浸泡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的肉丝 也抵制好了 然后起锅 加入食用油 油温三成热倒下肉丝 开大火快速的把肉丝滑散 用筷子搅拌 把肉丝翻炒至变色 一半生之后 把肉丝端出来 倒在漏勺中 立干油缝 然后另起锅放油 炒肉丝的油不要浪费 先把墨鱼丝倒下来 开大火方炒 炒出墨鱼丝的香味 然后把姜丝倒下来 继续方炒出香味 墨鱼配上瘦肉丝 吃起来香味独特 鲜甜可口 然后把切好的酒环倒下来 开大火快速的方炒 把酒环炒至断生 炒至酒环差不多六成熟的时候 把肉丝倒下来 加入少量的食盐 再淋上少量的生抽上色 同时又炒出点酱香味 快速的翻炒均匀 这个时候的酒环 差不多是八成熟了 然后淋上适量的温开水 翻炒出锅底 再把切好的辣椒丝倒下来 辣椒丝主要是为了配色 菜素的翻炒几下 把辣椒丝炒至断生 这样一道非常脆爽开胃的 酒黄墨鱼炒肉丝就做好了 出锅装盘 这样炒出来的肉丝不仅颜值高 而且吃起来非常的美味 在我的家乡特别的受欢迎 这道菜不仅好吃 而且制作方法都特别的紧张 如果您喜欢的话 可以收藏起来试一试 真的是既好下酒又好下放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就关注我吧 凭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每天都会分享一道家常菜 都是家里的味道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感谢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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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支持